欢迎收看新闻深呼吸 2020年一场疫情打乱的人们的生活 也改变了全球产业与人才分布 美国至今疫情仍然相当严峻 许多旅美的台湾人纷纷回台 找寻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这当中也包含了一群细骨台裔的新创家 来看这位是许旭明 他所参与的新创公司 不但曾经被脸书给收购 他创立的游戏平台 更被中国营运商以新台币24亿元并购 而这位是黄中凯 是电玩游戏其他英雄的共同创办人 曾经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玩产品 创下最短时间达到新台币 300亿元的销售记录 两位矽骨大神创业家 今年都带着家人到台湾住了下来 而且正在找寻有潜力的新创事业 投资标的 台湾瞬间成了享誉国际的防疫桃花源 政府为了掩揽这样的高端人才 发出就业金卡 减少来台的反复行政程序 光是今年1到9月就发出了826张 这个数字可是过去两年的1.5倍哦 科技部也发出黑卡给这些超级人才 要把小巨蛋创业基地 打造成有如矽骨一般的完整新创生态链 正如说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在边境再度开放以前 把这一群超级人才的人脉金脉 对接台湾新创 希望打造有如脸书苹果一般 能够站上国际舞台的台湾独角兽 欢迎来台湾TEC ARENA 一身休闲服的徐旭民 搬张椅子就坐了下来 我终于有4G 3月的2G 我们就在台湾上 这就是台湾 徐旭民对面的黄中凯 正在跟大家分享 来台湾申请手机门号的有趣经验 我们可以補充它 8GB的数字 只需要1000元 这几个月来 小巨蛋的新创基地实在很热闹 多了很多位像是徐旭民 黄中凯等 从美国矽谷回来的台湾新创家 回想起返台的那个晚上 徐旭民差点吓出一身冷汗 我们在台湾上最后 我们才是在台湾上最后天 我们才是在台湾上最后天 所以是19号 19号 我们是在许多月的最后航空 我们许多了最后航空 我许多了最后航空 你应该要在下午 在19号上最后 在19号上最后航空 我们的航空 我许多了最后航空 名的台藝創業家 他所創辦的遊戲平台 Mosh Media 曾被中國營運商 以高達新台幣二十四億元併購 參與的新創公司也曾被臉書收購 他想都沒想過 這回因為新冠肺炎 在台灣待上有史以來最久的時間 我們有很多衣服 衣服 衣服 沒有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就來這裡 我們就做了一個選擇去台灣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孩子和家庭 同樣為了孩子 舉家從舊金山搬回台灣的 還有黃中凱 黃中凱也在矽谷打滾超過二十年 他所創辦的吉他英雄 創下史上最快達到新台幣三百億元的銷售記錄 更曾經是全美最暢銷的電玩遊戲 這次也因為疫情來台定居 以瞬間小小寶島成了防疫桃花源 要拿到黃中凱手中這張黑卡可不容易 必須得曾經參與新創公司 有上市或被併購的經驗 還得投資新創公司打五百萬美元 相當於一點五億的新台幣 因為我們最多的都是在台灣和台北 我們可能沒有生在這裏 有些人只會回到一個短期的時間 像我一樣 有一個社會的社會 在TTA 你每天都可以去 找到朋友們 問這些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幫助 這是我們有的一項利益的利益 這個黑卡有沒有什麼樣的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譬如说他们是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新创或科技 那你觉得可能对这边 会有一个扩大的影响力 YouTube创办人陈思峻 他是台湾第一张金卡 那也是我们第一张黑卡 我们刚好有这一批 在美国的台湾的第二代 而且在矽谷 而且创业成功这一批人 他们要回来跟我们一起吸收 应该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说给台湾一个机会 但我们觉得说它不会很久 不会很久 可能是一年当中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让他们可以藏住下来 刚好那个我们刚刚持一个黑卡 他们愿意帮忙去 call更多的人回来 所以那边会变成一个 所谓的clustering 一个聚落 欢迎大家的庆祝 周末晚上黄中凯跟一群 也是来台湾的新创家庭 有一个Cooking Party 没有吧 你比一个YouTuber 没有啦 你刚才最小菜的啊 这个我不知道 红群米糕 红群米糕 OK你有吃过 可是名字我不知道 Craft 然后Rice 就是在一起的东西 对对对 对对对 对这一群细鼓台湾帮来说 能在台湾常驻下来 除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最重要的就是把家人 一块也带过来 开启这一群创业投资家 落地发展新事业的可能 这个就业金卡 其实在过去好像也曾经有类似的卡 但他是整合了好多不同部会的 这些相关手续 所以这一次的金卡 如果跟过去比较起来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就是用统一窗口 来先如果审核通过的话 就先发给他卡 他不一定说他是一个受聘者 那他有了这个卡 他就可以可以来台湾 把他的事业也好 或国际人脉关系 把他另个起来 那提升台湾的 这个国际的能见度也好 或国际连结 相对于过去的PASCAR 他是比较便利 也不局限 对 也比较不局限 就业金卡的例子来讲 那过去的两年到五二零之前 我上任之前 大概我们总共发出了七百五十五张 但是我就任以后到现在刚好满五个月 发了另外七百零七张 OK 就过去的总和了 所以就是说大家开始有这样的认知 台湾事实上是值得去看一看 台湾因为防疫与经济表现亮眼 能够把这群超级人才吸引过来 但是如何能够长期把投资留在这里 恐怕还有很多考验 我们就奉一个团队 单一窗口 我两个礼拜就开车会 然后有专人 然后那边人家的确要帮台湾的新创 从矽谷回来的 有什么问题直接解决 我们提供给这些一千多位的 就想可能将来更多 目的不是说所有人通通要 三百六十五天通通把他绑在台湾 不是的 我是希望就是说 包括他们所连结出来的广大的人脉 对 第一个我希望他把他的人脉 跟台湾做一些连结 毕竟是意见领袖 这群投资全球超过四百家新创 金额超过兆元的矽谷台湾帮 凭着人亲土亲的认同感 要将新创事业对接国际舞台 更要往上一层楼 透过他们成功的经验 与庞大的资金 要创造第一支的台湾独角兽 疫情下台湾的安全环境 不只让人才回流 就连世界杯也在咱们台湾扩大举办 什么比赛呢 要看的是拉丁美洲足球赛 这个过去在台湾 仅限于小型特定族群的活动 今年来了13个不同国家的队伍 观赛人数更是破纪录的超过3000人 这些目前居住在台湾的外国朋友 都非常庆幸 自己生活在台湾这么安全的地方 能够自由的生活 聚会与移动 与自己的故乡比起来觉得幸福很多 像是主办人Fernando 过去在宏都拉斯是一名律师 他就很感叹自己的国家 连治安都不好 谈起面丧腔下的好友 还当场痛哭失声 他说自己已经计划 要申请入籍台湾了 而今年的扩大举办 也有赖这位年轻女孩 台湾数位外交协会理事长郭佳佑 她利用台湾的数位软实力 串联全世界 还曾经帮脱离塞尔维亚 而独立建国的科索沃 争取自己的国家网运 这是这一代年轻人串联的世界观 一起来看 草地上求人专注黄奔 挥洒热情 在一旁拉丁美食的摊位 利落动作剁碎食材 一国美食的香味不比而来 在2020年17年 全球处处封城 但足球狂热的画面 却出现在台湾 而且这一次 观众甚至可以尽情地拿着国旗 在场边加油 台湾拉丁美洲足球赛 已经办了七年 今年扩大举办 就像是在台湾 踢起了小型的世界杯 分别来自13个国家 23支队伍轮番上阵 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大使 也现身支持 让这个场合外交等级瞬间提升 非常幸福 想想在这周年 足球是拉丁美洲的共同语言 台湾有九个邦交国就在拉美 已经超过所有邦交国的一半以上 也让这场比赛的意义更加巨大 有机会 有机会 每个都代表一个国家 有球员正在休息 大使默默在帐篷区 帮自己的国家加油 谈到足球 拉丁美洲的热血混自动上升 李宁娜过去也是拿奖学金 找台湾读书 甚至她的中文名字 也是在名传读书的时候 老师帮她取的 在台湾的拉丁美洲人 聚在一块仿佛回到家乡 就算是小朋友比赛 也忍不住激动嘶吼 现场气氛嗨翻 不过时间再往前一点 比赛开打之前 气氛可没有这么轻松 台湾拉丁美洲球赛主办人 Fernando 看台湾是为外交协会 旅事长国家用 两个人谨慎地吃了细节 当初也没有想到 会促成这么一场大型活动 台灣人不喜歡球賽 為什麼他們會幫忙 她說我們可以做的 然後我問 台灣人都願意幫忙 這不是幫忙 我們想要合作一起合作 於是在一個月之內 找齊了一百多位志工 台灣團隊 拉丁團隊首次合作 光是翻譯文件就要花兩倍時間 團隊雖然忙碌卻樂在其中 因為這樣的比賽 能夠促成民間外交 我們會想要知道說 如果我們利用這個活動 來跟拉丁美洲人 去建立一些關係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 因為足球它比較軟性 我們才在什麼時候 用軟實力突破困境 一直是加油的工作 剛剛傍晚兩天 然後第一個感覺 這些好像又完成了一件事情 就是繼續前進吧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上一次感覺到非常激動 應該是在科索沃的時候 我覺得拿著自拍棒在這邊 真的是要非常大集中 因為我現在是這邊 唯一的亞洲人 拿自拍棒超明顯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在看 在2018年他直升到科索沃 當時就希望可以讓當地人民 知道台灣這個名字 高速的時候看一個小說 然後裡面就有寫到科索沃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 科索沃是全世界最新的一個國家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地方還滿酷的長大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時候剛好是科索沃獨立十週年 所以我就一個人從台灣 我把工作辭掉就飛過去 然後去當地辦展覽 跟他們的國家博物館辦展覽 然後還有在網路上面 去做一些網路倡議 台灣有點TW 日本有點JP 但科索沃因為被塞爾維亞打壓 一直沒有自己的獨立網域 這也讓加油看到機會 日本通常大部分人 不太知道說台灣在哪裡 可是你跟他說 你們科索沃旁邊有一個塞爾維亞 那我們台灣旁邊有一個中國 他們就會瞄動說是在講什麼 說那你們比較倒楣 因為中國很大 經過一整年努力辦了大大小小的活動 最後跟國家博物館合辦大型展覽 並且公開演說 當科索沃政府拿一封信 請加油轉交給台灣的文化部長 表示合作意願 他覺得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完成了 科索沃他遲早有一天會有自己的網域 然後當他拿到自己網域的那一天 他再回去過網去看說 他們到底是怎麼爭取到這個的時候 台灣在裡面會有一個角色 回台他持續推動 包括讓台月合作成立醫療網路節目 也在台灣主辦挪威國慶流行 加油發現台灣人對民間外交很願意投入 大家心裡的渴望是他們想要看到一些真實的事情發生 每個人都會用網路 光是開粉專 這件事情可能就可以達到台灣跟外國互動的一個效果 這場賽事登上多家拉美外媒 身為拉丁人 Fernando談起台灣充滿感情 Fernando來台5年他計劃要申請入籍台灣 剛來的時候令他最親戀的地方就是這裡很安全 Fernando過去是律師拿獎學金來到台灣 他說過去在他的家鄉被搶劫是生活日常 甚至有兩位好友因此喪命槍下 一位好友過世的時候大學才剛畢業 回想起依舊淚流不止 當地流行起一句話 如果今天是你的死期你也躲不掉 第二位朋友遭受相同悲劇的時候 他已經在台灣對生死有了不同的想法 11AM 他們都說了 我們對不起,我們對不起,我們對不起 我們對不起,我們對不起 但當時5AM 6AM 他們都說了 我們要去拍攝今晚 什麼樣的 然後我就是 我太疯狀了 我開始問他們 你怎麼可以在拍攝? 這個人死了 你怎麼做? 這是危險 我記得一人說 什麼事在台灣 你變成了嗎? 你變成了嗎? 你當時是你的日子 你知不知道 你當時會看了我 就要看你 在我開始說 我在台灣 他體認到生命不該如此的卑微 現在他跟不同國家的NGO合作 希望透過教育帶來改變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民间外交无所不在 人与人的连结 跨越国际局势的困境 秉持想要改变的动力 就能够带来无限希望 其实民间外交透过戏剧 是最能潜移默化的 全世界因疫情而被限制行动 很多人转向追剧 而且在亚洲 现在很多人追的是台剧 根据影音平台统计 印尼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大约九千万人在追台剧 像是谁是被害者 在越南影音平台播出后 马上挤入前十名 来看台剧大爆发 大家好 我们在众里头车站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众里头车站 来自菲律宾 今年二十八岁的Diane 在镜头前流离唱着台剧 想见你的主题曲 台词早已烙印在脑海中 打印一字不漏地 把整首歌唱完的同时 无意间也透过社群媒体 将台剧介绍给远在马尼拉的朋友 菲律宾的年轻世代 对台剧的印象 普遍仍停留在2001年的偶像剧 流星花园 这一群菲律宾年轻人 模仿剧中场景 唱起了主题曲 二十年前 台湾现今一位流星花园 在菲律宾 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掀起热潮 二十年后的今天 在陆剧 韩剧 日剧 百家争鸣下 随着Netflix 《Catch Play》 《嘎嘎乌拉拉》 《Nine TV》等串流平台的兴起 网络抗剧成为新一代人的收视习惯 再让台湾戏剧再一次攻占 东南亚观众的心 你来了 你还要带一包的衣服给你 好 坐下 你先坐下 你先看一下电视 我去里面拿个东西给你 你应该很久没有吃了 沉寂已久的台剧终于摆脱 过去充满粉红泡泡的梦幻火象剧 再次重生 台剧的地位在东南亚也起了变化 走一趟马来西亚华人的客厅 就能闻到十足的台湾味 没有跟我讲 我刚才叫你很久了 你不要出来 装蓝腰啊 装校全的那一部是不是 对啊 这叫什么 波神好看的啊 所以是被害者 对对对 在沙发上讨论剧情 电视上播放的是有关悬疑犯罪 类型的台剧 谁是被害者 徐伟宁他要拍这个角色 他有特地去跟着记者一整天 这是那种社会记者 揣摩一下看那个记者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他演的真的蛮像的 剧情涵盖亲子与家庭关系 媒体乱象和霸凌等社会议题 对人性的描述更为鲜明 故事上层层交叠 突破国界 成功征服观众的心 像马来西亚我们因为有三大种族 所以可能资源方面 我觉得也要 比如有些会分配 就是可能会分出去了 所以在众人的部分 有一些剧情 可能我个人是觉得 他可能没有 就是描述得很深入 《谁是被害者》 是由国际串流平台Netflix 所制作的原创台剧 今年五月首周超越韩剧美剧 成为全球观众成长速度 最快速的线上影集 幕后推手是来自台湾的制作团队 他们仿效美国拍影集的模式 导入了showrunner的机制 让创意这件事情 从拍片初期就有人全权管理 这三角的关系里面 导演所代表的是创意 那制作人其实所代表 他其实是showrunner 他其实是一种管理 创意的管理 时间啊 时长啊的管理 然后编剧比较像是一种 故事构成 他是怎么样如何把好的 这些想法化成一个文字的关键 所以这三个其实缺一不可 《谁是被害者》 由Netflix平台出资 买下独家播出全 并宣布续订第二季 这部剧在第五十五届金钟奖中 入围八项表现优异 探讨大龄圣女的台剧 淑女养成绩 刻画女性共同面对的人生课题 描述传统社会价值观 对女性的影响和自顾 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共鸣 因为像《淑女养成绩》 他就讲那个女生 四十岁这样子还没结婚的 你觉得他身边会很多人是这样子 所以那剧情就会类似讲说 就是家里就会催婚 你怎么还不结婚 然后别人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可能已经四十岁了 然后那个工作又不怎么样 那就很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就会感觉好像有点像自己的故事 以确定拍摄续集的淑女养成绩 由进军国际市场多年的台湾串流平台 Catchplay买下播出全 在印尼创下了高点阅率 证明即使语言不通 只要内容够深厚 也能打进国际市场 其实类型这件事情 它就是它就像语言一样 好像英文 它是透过类型去跟不同国籍的人 不同国家的人沟通 那这个类型的语言 其实如果你熟悉的话 它其实观众其实很自然 可以透过类型人去进一步了解 你的你想要讲的故事 那其实你故事还是非常 可以非常local的 台湾是亚洲最自由民主的国家 那我们又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不管在族群的多元 生物的多样性 以及台湾的岛 这个我们并不特别的大 所以上山下海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拍摄起来也非常的便利 台湾因为民主多元 所以对于各种拍片的题材 那就更没有限制 那么再加上东南亚很多国家 它在政治经济上 坦白讲走得比台湾稍微晚一点点 所以台湾现在正在面临很多情况 包括我们要不要思考 这个多元 这种婚姻制度 是他们很快就会遇到的 那这也有助于他们就好奇说 那台湾的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作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因享有高度的创作自由 也因着重视人权 作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 有台湾业者顺势推出全亚洲首个锁定LGBT的影音串流平台 我们跟LINE那个合约签了吗 OK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可以在那个泰国最大的平台 可以上架我们的原创 这里是嘎嘎乌拉拉 位于台北市的办公室 四处都能看到代表LGBT的彩虹旗 这间影视平台成立短短三年 就与不到二十人的小团队攻占全球市场 目前已有来自一百四十六个国家 超过七十万名注册会员 其中东南亚用户占了一半以上 很多人想要看LGBT的片子 不过在传统的电视或是戏源比较相对来少 相对来讲比较少这样子的一些内容 从亚洲故事跟亚洲角色为主的同志故事 是一瞬间透过人平台增加了很多 他们也成立制作团队 拍摄多部属于台湾的同志戏剧 其中对国际市场最具有吸引力的是描述同志家庭的影片 从台湾看起看看是不是我们可以拍出 我们的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故事来做一些呈现 而且是很真实的 因为真的是可以合法结婚 然后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一些那个同志伴侣们 有在思考就是生小孩子成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 就是同志家庭这个题材在台湾是会有它独特的吸引力 陆剧对于很多题材它是有限制的 比方说知觉失调症 这个在大陆他们是不鼓励你拍这种题材 那台湾没有这样的限制 所以在这些地方台湾怎么去让大家关心社会上 包括同性恋啊知觉失调啊等等 甚至民主啊抗争啊 这个都是陆剧比较不会去碰的题材 拥有民主自由的优势 加上雨后春笋班冒出的影音平台 都为台剧开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世界杯俨然已经是现在进行式 轰轰烈烈的台剧复兴 我们准备好要打这场国际影视的持久战了吗 台湾影视创作大爆发 因为我们有着民主自由的土壤可以孕育 而疫情带来的推进还有所谓的健康建筑 要通过这项认证必须严格把关 像是空气 水 营养 光 热度 声音等等的指标 也要让建筑融合医学概念 聚焦在身心灵的健康 那么这到底要如何落实在建筑里呢 带领直集台湾第一间得到健康建筑 国际认证的办公室 疫情在全球蔓延 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冲击 当全民防疫意识抬头 怎么住的健康变成一个重要课题 这是我们六十四平的规划 那是规划三个房间 然后三套卫浴设备 我们非常注重它的一个设备系统 然后跟我们管线道的一个处理 这就是你们说的防疫设备吗 管道间的话我们都是做当成的一个排气 所以它不会有异味窜出 看房先问防疫怎么做 当防疫宅需求提升 建商开始引进特殊工法 更推出防疫建材和设备 上面的话我们有做一个全热交换机 那重点是把外面的新鲜空气 换到里面来 仔细解释住宅的防疫设计 这看起来像是普通水管 其实是全热交换机 用机械式排风和入风 交换室内外的空气 就连公共区域都安装了空气清净机 就算长时间在室内 每开窗也能呼吸干净空气 而这些住宅品质的提升 转变的契机来自于17年前的SARS 之前的话因为SARS时间 那疫情爆发 那导致有些因为管道上处理 等等的细节没有做得很好 比如说当成排气 比如说正负压的一个处理 那造成管道间也许会造成空气 脏空气的一些病菌的串流 我们整栋的话最上面的顶楼会有一个大吸气法 然后每一个楼层的话 只要厕所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小吸气法 你就看到现在被袋子包住这个 那我们还结合一个叫通气管的 它最主要是怕就是有楼上按冲水 那把你的整个春水管的水带走 那造成压力一个这个流失 防疫建材分别在空气 卫生公共空间及饮用水 四大方面做好防疫 这些设备增加了建筑成本 但确保了住户健康 因为以前的话不需要这些设备 马桶水一样可以冲 空气一样可以呼吸到新鲜的 只要冲户打开就好了 但是它会造成有些 比如说以往以前旧公寓 没有当层排气 楼下在抽烟的时候你就闻到了 那楼下咳嗽的时候 说不定就有一些病毒 随着它烟味一起到你的住家里面 那都是潜在的一个风险 每层楼都采用当层排气 让异味细菌不会随着管线传播到邻居家中 避免垂直空气传烂 防疫宅在后疫情时代强势 但人们对于住的健康的需求 早已经是国际共识 走进办公室 明亮的空间和绿意盎然的植栽 让工作的心情都活跃起来 这是比绿建筑更体贴人们的健康建筑物 绿建筑开始发起其实它的概念是希望我们人人类在开发过程中 尤其在建筑物这块我们可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冲击 例如说我去减少碳的排放 对那在健康建筑这块它是完全是以人为主 缓缓推开绿植生态帘幕自然光从落地窗撒进室内 使用自然环保建材做成的桌椅 间接照明采用明亮却柔和的灯光 这间不同于传统印象的办公室 正是台湾第一间得到国际威尔建筑研究院认证的 威尔V2国金级健康建筑 所谓的威尔认证是全球第一个通过室内环境 来提升人体健康的建筑评级系统 包含了十个概念 像是空气 水 营养 光 运动 热舒适 生环境 材料 精神和社区 把健康建筑的指标聚焦在身心灵的健康 因为只有健康的空间才能保护人们免受疾病侵袭 我们这边有一个空气品质的监测器 它除了这边显示的百分百 它这个是空气综合的品质以外 它还有比如说PM2.5的这个数值 那我们PM2.5是零 然后再来是二氧化碳是五百三十一 那一般只要八百一下其实就很油脂 不只严格把关空气品质 湿度和温度也要及时监控 更贴心的是长时间在电脑桌前 只要按个键就能把桌子抬升起来 换个姿势继续工作 如果累了还有个秘密基地 这个是我们的电话亭 你可以往里面请试试看 这里是我们自己设计 然后施工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电话亭 然后本身是有自己的抽风系统 然后它的灯也是比较舒服的这种灯 可以让你在里面沉淀 或者是一个心理的那种修复的感觉 然后它里面也有这些吸引的软材 就是让你在里面讲电话的时候 声音不会外露 人性化的硬体设备和弹性的空间运用 让办公室也变得有趣起来 旁边正面用硬纸板做成的书页造型隔间 更是别有洞天 当建筑物成为平衡身心的媒介 人的状态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展现 以医学跟科学作为根据的 所以它可以为我们公司的后疫情设计 以及这些绿化的实验 作为一个科学的基础 那我们就变成我们的设计 可以不只是兼具美观 它还有功能性的这个东西 这个空间的设计 就可以让员工的向心力更加的凝聚 然后每个人的交流会更良好 透过设计去影响人在建筑里面的行为 然后让小马让里面的人可以活到 看到所有在身心社交上 都达到一个完全健康的一个 幸福的一个状态 除了把我们最想尝到的 就是真的植物带到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还包含很多元素 像这个空间里面的地毯 地毯其实它上面的这些纹路配合 是跟颜色色调都是很接近自然的 每个小细节都有讲究 跳脱了绿建筑以环境为主体的概念 结合医学专业才能成为 以人为本的生态建筑 过去绿建筑会比较多是属于建筑跟工程 营造相关的人 对那现在在健康建筑里面 它加入了医学的思维以后 就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对因为举例来说 像我们可能知道采光是很重要 可是到底为什么 我们人要生活在一个 有采光的好的地方 其实过去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在健康建筑里面 它透过医学研究就可以知道说 采光对于我们的 我们的生理时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随着医学任职的进步 在疫情推动下 祝的健康这件事变得更受矚目 大家都认为说健康建筑的观念很好 可是它还没有那个很强的动机 跟驱动力要去执行 那在这次疫情过后 虽然说台湾的疫情 相比国外是相对是比较好的 可是其实很多人都开始在思考 我要怎么让我的建筑里面 真的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环境 提升我们建筑所谓的抗疫的能力 疫情之后人们有了抵抗力 在被动防疫之外 建筑更要有积极的抗疫本事 打造安全环境 全民动起来 就连一般中小学的教室 也要因应极端气候 普射冷气了 但这需要花硬体三百二三亿 每年电费也要十亿 这经费怎么来呢 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深呼吸 2020年除了疫情肆虐之外 极端气候也带来极大的考验 台湾今年的夏季高温又创纪录 终于催生了教室普射冷气的政策 2022年夏天前斑斑又冷气 炎热七月天才在户外待上十分钟 小朋友进教室却是满身大汗 有冷气很好对不对 很凉 就是很热然后不想上课的感觉 那现在 现在有冷气就上课比较专心 还有上课就是写一些东西的时候 会比较好写 之前没冷气的话 感觉就是教室很闷又很热 位在桃园市龙潭区属于飞山飞市 六十年历史的小学却做到斑斑有冷气 原因恰巧是 荣云国小为处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六栋腰旅范围内使用噪音回馈金 做了电力改善和购买冷气使用 我现在学校打出去的行销的一个口诀 就是斑斑有数位然后斑斑有冷气 我们还是有个冷气的一个规范 我们是十点半 然后如果教室温度超过三十度 我们才开四开冷气 然后我们会每一班一开学 一学年给一千元的处置卡 这笔费用就由学校来想办法 好来 我来开冷气哦 像我们班其实我只有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会给他们开 就是吃饭跟睡午觉 我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比较有胃口 大家请慢用快乐 桃园市龙潭区龙园国小呢 全校只有六个班级 九十九个学生 三十几个职员 却是全台湾当中小学校 非市区里面难得装冷气的学校 怎么说呢 就来看到呢 除了台北市之外呢 有全面装设冷气呢 新北市的装设率只有三成而已 而台中市呢 编列了预算要十五年才能装完 而高雄市呢 今年预计完成一百所 但是只完成了四成 不是每间学校都那么幸运 桃园市国中装设冷气 虽然高达七成 但还是有学校等不到经费 我们今年度的话 其实有影响到 因为家长会说 其他学校有冷气 我们目前是减一个班 我们新生减一个班 平南国中全校四十六个班 及七八年级有三十一个班 九百位学生没有冷气吹 最大问题是 老旧电力系统设备改善问题 而这一笔经费 远比冷气机的费用 还要高出许多 国中我们希望到年底前 百分之百 班班有冷气 现在是七成 现在七成 到年底是百分百 那国小是两成 比较慢 但是因为有中央的奥园 所以我们会提早 在后年暑假前 就全部都完工 每年用两亿的四款 再搭配中央的补助 桃园市要自筹 百分之二十 一亿六千万元 再加上中央补助的八亿元 未来家长 校长们 也许不用再追着 明代澄清 你只要天气开始变热的时候 当然家长或家长会 就来找说 这学校要装冷气 经费不足 希望我们帮忙争取 我之前竟然在脸书 接到一个国中女学生的讯息说 这个议员可不可以拜托 帮学校装冷气 因为他们在教室里面 真的热到受不了了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开始帮平正的几个国中 开始装设冷气 台北市七月份创下三十九点七度的历史高温 二零一九年六月 因为太热 送医的有四百五十二人次 比过去全张百分之十五 极端气候来了 政策脚步跟上了吗 市外的高温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是超前部署 来这个全国第一个实施高温放假 高温谈心上课的一个直辖室 市长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想这个部分 如果教育部业力授权给我们地方 我们也会来处理 其实有很多的灾害的这种假期 都应该是要跟职安的系统去整合 他都有对雇主在这种高温环境下 应该要给劳工什么样的一个 避免造成危害的这个规定 所以高温假可能不是一个一整天的 他可能是针对某一个时段 然后在一些特殊工作的劳工 他需要这样的一个休息 然后来避开这样的危险 而不是全面性 七月份台湾破天荒 没有半个台风 少了台风降温 高温难耐下 除了要不要放假外 栽房专家认为 面对极端气候 政策面上能有更多作为 日本他们是在环境省跟气象厅 他们有一个联合的网站 就他们叫做热中证 所以他们会对那个热中证 会有一个公布 就是说我什么地方 然后它的热中证的指数 大概多少 那我们现在台湾 就是说政府在这方面的资讯 其实是不够积极 美国他们会建议就是说 超过某一个温度 你不能吹电扇 因为如果超过某一个温度 吹电扇的话 反而你会水分丧失的更快 你建筑物的棋楼 或是建筑物本身 它可以做一些水雾的设备 让那个温度降低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交通耗制系统 到底能不能够连续 去承受这样的高温 其实这个应该各地方 重要去做统计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之一 就是装冷气 夏天时把室内气温开到二十二度 提升公务员办公效率 被视为是新加坡成功的秘诀 极端气候不再只是环境问题 也影响到人类基本生活 未来政策思考 不得不被纳路考量 2020年熬到了秋冬 不但武汉肺炎仍然无减 全球第二波疫情又开始猖獗了 唯独台湾成了防疫桃花源 人民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也吸引了全球的人才与资金回流 全世界注意到台湾 自由民主的创作土壤 更让台剧大爆发 行销到全世界 这是台湾的疫后崛起 期待大家珍惜我们的拥有 今天非常感谢您 跟着我们一起新闻深呼吸 我是陈雅玲 我们再会